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生意外 去世了 什么 华楼那等人物 竟然 灵儿 不伤心了 人死不能复生 对了 灵儿 这位小兄弟是 这是慕犁哥哥 当时华爷爷将我托付给了慕犁哥哥 是慕犁哥哥将我送了回来 他还治好了我的病 真的 太好了 灵儿 听妈说 你跟慕犁小先生快走 妈这凯里有一千万 足够你平平淡淡地过一辈子了 快跟小先生一起走 离开江南省 再也不要回来 妈 这是 到底发生什么了 快走 晚了可就来不及了 妈妈 你这是怎么了 来不及什么 我的好女儿啊 我们全家可一直都在盼着你回来呢 既然回来了 就不要急着走了嘛 到爸爸这儿来 那我看看我们宝贝女儿都出落成什么样子了 你们要干什么 我可是薛家的太太 薛人和 她可是你的亲生女儿 难道你就一点也不顾及骨肉之情 我这样做正是为了我们老薛家的血脉延续 为了我们女儿的将来着想啊 父亲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这个人是谁 难道灵儿有男人了 墨里哥哥 灵儿 别怕 有哥哥在 咱们就进去看看你亲爹 这是唱的哪出戏 灵儿啊 因为你这病 你爷爷一直带着你走访民医 他死后 化老又继续带着你四处求医 这么多年过去了 也没什么成效 因为这怪病 没人敢跟你接触 你也没什么朋友 为父看在眼里 疼在心里 为了你的未来 这些年 为父一直在努力 如今碰巧姜家的老家主 想要续贤留下后代 今天 姜家老家主的儿子 亲自登上我们薛家的门 来向你提亲来了 姜老头修炼烈性功法 普通女子无法承受 灵儿天生寒体 常人唯恐避之不及 更别说提亲迎娶 现如今这个死老头子 竟然看上了灵儿 我薛家能攀上中金第一武道 世家姜家 那日后的势力 简直不能估量 这位就是姜家主 这些都是我们薛家的长辈 他们都同意了这门亲事 也认何 你这个丧尽夜良的衣冠禽兽 这姜家家主 已经是个三四十岁的中年人 而父亲姜家老家主 他是至少是花甲以上 让一个十七岁的少女 嫁给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子为妻 你瞎喊什么 这可是件好事 灵儿要是能嫁过去 后半辈子那可就不愁了 谁不知道你们一个个赞同 这件荒唐婚事 打的是什么主意 从小你们就把灵儿当怪物 说她是不祥之人 现在姜家家主上门 你们就把她当成亲人了 分明就是想借死攀附上姜家 一个个冠冕堂皇的丑恶嘴脸 虚伪至极 放肆 没大没小 胡说八道什么 姜别停 你们姜家三代单传的独子 在外作孽被人杀死 你自己又不行 你那老爹都快七十岁了 还添着脸来祸害我 仅仅十七岁的闺女 你们姜家 难道就不嫌丢脸吗 你说 什么 这姓姜的小在这儿杀人 竟敢得罪第一世家姜家 你给我闭嘴 妈妈 姜家主 她已经疯了 说的话当不得真 您放心 她敢冒犯姜家 我们绝对轻饶不了她 等过一会儿 我就把她锁起来 不让她再出来咬人 姜家主 这只是一个女疯子的妄言 跟我们薛家绝对无关 请您明察 我们对这一桩婚事 是绝对赞同的 是啊是啊 我们都赞同的 难怪 难怪薛灵儿不想回薛家 但既然是作怪物而排斥 等到能派上用场的时候 又一个个露出丑恶的嘴脸来 低着一个十七岁的小女儿 你怎么样 往火坑里跳 来换取家族利益 大家放心 我还不至于那么没有度量 这门亲事成了 姜学两家就是亲家 大家以何为贵 姜家主果然宽宏大量 这门亲事肯定能成 姜家主人中龙凤啊 我不嫁 我不嫁 传闻陈大师是内境巅峰的高手 是当时最年轻的华境高手 少年宗师啊 阴煞古变 什么东西 邪招 抱歉 对不住了 那家伙好像只有袁英雄呗 半个月连破三级 开挂了吧 开挂 我才不干那种丢人的事 我靠的是 抱大腿 小子 你要是不给钱 老子就把你扔回海里喂鲨鱼 好 陈医生 你快想想办法 会治病 开什么玩笑 我去 福哥你这是一路开挂到现在啊 双双变这么牛的 看我仗见都市 成就 最强神王 你们竟敢加害无欺 罪不容赚 就连斗雀公的孤雾兵风高手 也做不到这种程度 若是他们无法给出一个令我满意的几时 那就只能 灭族了 大祭司 他真的是预言之子吗 是说这个东西吗 跟本王手上的是一模一样的 为什么本王召唤出来的 是一个废材人族啊 我老婆是魔王大人 每周五日 上午十点更新 不要错过哟 先门弟子来到都市 竟成豪门气哨 我本低调 逼我嚣张 既然如此 我便猖狂 最强气哨 火热开波 一样的热血 不一样的 崛起之路 邪鬼 胜面 杠 解锁末世的九十九 跟女主 世人都说玄家玄虹武功在世 你是说玄姬和那个叫殷姬的女子勾结了 别了 那 何时才能为您告证吧 浏览孤儿竟能手刀病除 要想当神医 可不能只懂医术 妙手神医 每周二 周四 周六 更新一集 火爆上线 等你来看 并非